哈啰 大家好 我是玉玲 我毕业于台北医学大学的药学系 当初是什么会念药学系 其实我一开始的目标不是药学系 我是想要当牙医 我那时候学测试考71几分 药学系前的三间都有上 牙医系就完全没有上 后来就觉得药学系好像也不错 念了四年 研究所毕业 然后现在在工作 其实我没有后悔 我觉得药学系还不错 药学系它分数蛮广的 我们班65到73都有 因为我们的系有快200个人 那时候一进去大家会讨论说 你几几分 他们就会说他们不想当医生 所以就来药学系 但是药学系大家都会说 休学力算很高的 很多人都是靠了 没有来念 可能继续重考 我们班那时候 大一大二大三大师 一直有人休学 跑去重考 已经有药师执照了 还是去重考 也有些人会去考后一后中 其实还蛮多人的 就可能很多人会想要 圆一个医学梦 医学系虽然讲现实一点 他们薪水会比较高 社会地位也会比我们药师高 但是有时候会觉得他们很辛苦 他们在医院要帮病人 做很多事 药师有在劳基罚里面 像我工作时间 就是八小时就可以下班 下班后我可以去做很多 我自己想做的事 我就会觉得 好像药师的生活品质 会比较好 药学系是一个 你一毕业 跟人家说你的起薪是这样 大家会觉得 哦好高哦 但是可能过个十年 别人的薪水 就涨幅比较高 我第一年进去年薪大概 八十上下 然后现在三年了 九十 快一百 在北部的医院 药学系的出入主要就是 医院药师 诊所药师 药局的药师 康室美屈臣室的那种 店的药师 然后还有 药厂 最多就是这五种 通常大部分的人 就在毕业后 最多比例的人会去担任 医院药师 医生大家应该都有听过 也有什么PGY 什么药师也有一个 就叫做PGY 两年的一个训练 六年毕业后 你再去医院两年 你就可以完成这个PGY训练 会你的履历加分吗 嗯 应该会吧 如果你有到医院去PGY玩 之后履历就可以说 你在某一间医院 PGY解训 人家就会觉得 你有受过训练这样 有时候会有粉丝会问我 就是不是粉丝 有网友会问我说 如果你化学不好 可不可以来念药学系 或是我英文不好 然后我都会跟他说 其实没差 虽然药学系的课程 都是以化学延伸 也不用太担心 我觉得大学是一个 比较free的地方 我们学校会有一个 叫做共笔 共同笔记 我们会派好 每个人要去上哪堂课 一定要到 然后你要去写笔记 打出一本共笔来给大家 这样期中考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好几本共笔 然后大家就其实很多 都念共笔 然后就去考试 也不太好念 因为毕竟我们的 整个全球的药物 其实非常多 我记得有一个很印象深刻 是我有上过一堂课 叫做生药学 生药就是各种中药 有一次期中考 我们要背200种生药的拉丁文 拉丁文大家一定都看不懂 各种英文字就硬背 那堂课就是每个人坐在位置上 老师就开偷一片 他就放出这个照片 就要写出这个东西 是什么中药 它的拉丁文跟它的功效 你要一字不都背出来 有很多可能是跟记忆有关的吗 对 其实我觉得药学系 要背的东西很多 讲高血压的用药有哪些 下面又有哪几种药物 所有的药物的英文都要背起来 虽然我觉得我英文也没有到很好 但是对于背英文的药我还可以 英文不好其实也没有关系 因为反正你只要背得起来 药名就可以了 那什么不好有关系 你动作不能太慢 就是你不能很初心 药是最重要的是不能给错药 其他我几乎都可以来当 考得上就是小事 有大家会跟你要一些药吗 会欸 我的朋友有时候都会问我 有没有什么药可以拿 聪明药 对对对 聪明药其实我们医院蛮多 爸爸妈妈会来帮他领 可是因为聪明药其实是属于管制药 那个应该外面都买不到 我们药有分三种 一个叫陈药 一个叫指示药 一个叫处方药 陈药就是在一个 不用有药师的一个地方 就可以买得到的东西 像是大罗去Seven 可以买曼修雷敦那类的 指示用药要在一个 有药师的一个职业场所 才买得到 像是你去药局啊 或是康四美 可以买得到 普拿腾啊 对好市多 第三个就是最难取得的 叫做处方药 处方药就是你必须要有 医生开的处方 凭着那张处方去领药 处方药其实还有分成 一般的药跟一些管制药 管制药又分成四级 第一级是最严重的 在领的时候 在那个处方签上 还必须要签名 一到三级管制药 依法规来说 是要锁在柜子里面的 我们每天都要盘点 一颗药都不能少 著名的一到三级管制药 像麻酯啊 毒品其实也是药物嘛 如果在一个合理的剂量 有些毒品的成分 是有用在医学方面的 当然不可能这个药 可能随便都没有管制 那如果我今天是药师 我就每天就去偷 然后就去卖毒 我就可以赚钱 这不可能 所以如果有人想要给你拿药 绝对不可以了 对 照理来说是不行 我觉得药学系的刻板印象 就是很多人会觉得 药师以后一定会被机器人取代 哦 药师就是包药啊 机器人拿不就好了吗 但是我觉得在我有生之年 应该是还不会 今天我们在医院 包药这个动作 其实是冰山一角 我们药师做的工作有非常多 我们可能还要去看这个病人 他适不适合用这个药 假装这个病人肾功能不好 还要去调整剂量 病人来领药的时候 有一些用药问题 他还是会问我们 我们还是要回答给他 如果今天发药给你的是一个机器人 你问他说 药师 我如果家里还有一些高血量用药 那我可不可以跟这个暗眠药一起吃 我觉得不一定机器人回答得出来 应该吧 我不知道 说不定以后AI很厉害 当药师在医院当三年 我现在是觉得蛮好的 你在工作之余 你还可以包有一些 自己的生活品质 下半晚我可能还会去运动啊 或是去吃东西啊 逛街啊 我觉得药师有点类似 医疗界的公务员 可以拥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然后薪水起薪也都还不错 很好找工作 对对 毕竟有一张执照在 其实你随便到104人力银行上面看 打药师其实都蛮多工作 只是看你有沒有喜欢而已 药学系是一个还算推荐的学系啦 如果大家想要念药学系的话 可以去念 好 那拜拜